第601章 回归黄金山谷 支撑着爬起身,唐三默默地感应了一下自己目前的身体变化 死去重生,绝不是死了又活过来那么简单 他自身的一些痕迹都已经在之前的生命泯灭之中消失了 此时神识回归,虽然已经重新点燃了生命火焰 但也要逐步地恢复,才能让自己的身体彻底恢复过来 这次对黄金三叉戟的召唤,真正动用的海神之力 对他的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几乎是耗空了他这么多年以来积累的大半底蕴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 首先就是他的神识虽然削弱了许多 但神识本身的层级却受到海神气息的影响而有所恢复 这是神威魏格所带来的 因此,之后恢复神识的速度会要比以前快 还有就是对于黄金三叉戟的动用 也让超神器能够更好地确认他的坐标 更早地来到他的身边 同时,经过了海神之力的洗礼 他这一世的身体与上一世的身体综合度会大大提升 从而让身体相当于世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 这个胃面的力量终究还是十分强大的 唐三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进行感悟 与前世的力量相结合 盘西冥想,当他再次苏醒的时候 天光已经大亮 唐三引动血脉烙印 背后一双翅膀随之张开 带着他的身体高飞而起 所有的血脉烙印之中 他率先复苏的就是融合了风龙之后的金翅大鹏鸟烙印 此地不宜久留 这不是他的地方 还是先回到黄金山谷去再说 在那里他才能安心地恢复自己的境界 同时也消化这次在阻停的所得 那块已经失去了绝大部分能量的紫晶石唐三 还是带在了身边 因为他发现 这紫晶石或许是因为本身体积足够大的原因 和紫晶币不同 紫晶币内的能量消耗一空之后 就会直接破碎化为鸡粉消失 而这紫晶石却似乎在缓慢地吞噬着空气中的一些能量 来慢慢地恢复自己 虽然恢复得很慢 但也还是在缓慢恢复的 这东西对于神石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 有了他 唐三的神石基本上恢复了超过三分之二 而且还是有着位格变化的情况下 没有他 这次恐怕就麻烦了 至少也要一年才能恢复原状 神石的进化 让唐三的精神力也得到了滋养 力量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缓缓地恢复着 唐三并不急于将所有的血脉之力全部恢复 而是用自己的神石缓缓地洗涤着自己脱胎晃骨后的身体 他不需要用眼睛去看 只是神石的感应都能隐约感觉到自己的一些变化 首先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 因为脱胎晃骨 受到前世的影响 他的相貌出现了细微的调整 和前世越发地相像了 同时 他的头发颜色也发生了变化 变成了前世的海蓝色 除非是很熟悉他的人 在面对面的情况下才有认出他的可能 而如果戴上面具的话 眼神的变化 发色的变化 恐怕再也没有谁能认出他 就是曾经的修罗了 尽管现在的实力和之前相比 反而要降低了不少 但他有信心 在不久的将来就恢复过来 最重要的是 现在的他 朝着前世跨出了一大步 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他已经有信心 要恢复到曾经神王的风采了 当然 最重要的一关就是渡截成神 接下来他就要为了那重要的时刻 开始准备了 对他来说 机会很可能只有一次 想要不被这个未面所干扰 成功渡截 就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 当唐三回到黄金山谷的时候 已经是两天后 修为的影响 尽管距离并不算太远 还是用了不短的时间 穿过连环阵 回到那熟悉的地方 一进入黄金山谷的范围内 唐三立刻就感受到了 那浓郁无比的生命气息 扑面而来 从能量的强度来说 黄金山谷还是不能和祖庭相比的 但不同的是 祖庭内的能量 是各种属性能量 混合在一起 形成的洪流 而黄金山谷内的能量 却是纯粹的生命能量 黄金谷树在唐三用各种办法的滋润下 成长得越发茁壮 谁 低沉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 几道身影就已经将唐三围了起来 唐三看了一眼 自己海蓝色的发丝 不禁有些无奈 是我 修罗 围上来的正是狮虎族的强者们 解决了血脉冲突的问题之后 狮虎族的这些成年族人的实力 几乎可以用一日千里来形容 一级血脉加上黄金山谷内浓郁的生命能量 让他们的毛发看上去都变得晶莹透亮 一个个身体强壮 气血勃发 眼神之中带着凶悍与风锐的光芒 恩主 为首一名狮虎族人 有些不敢确定地看着唐三 仔细看了看 才辨别出他的容貌 您这是怎么头发都变了颜色 唐三无奈地道 修炼导致的 山谷内都还好吧 长老在不在 我有事要跟他说 长老在呢 我带您去 狮虎族人赶忙带着唐三来到山谷内部 狮虎族大长老 此时就在黄金谷树下 喝着用黄金泡的水 享受着生命能量的滋润 恩主 你这是 大长老对唐三的气息十分熟悉 虽然发色变了 相貌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但还是第一时间就认出了他 唐三苦笑道 遇到一些状况 所以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 不过不要紧 恢复一段时间就好了 大长老听他这么一说 顿时有些紧张起来 大猫 小猫他们 唐三赶忙道 长老放心 他们都很好 当下 他将大猫参加组停精英赛 并且获得了个人赛亚军的好成绩 从而获得了狮妖族认可 拥有了弑神剑 护心静两大神器 准备留在祖庭杜结的事情 详细地讲述了一遍 听了他的话 大长老的眼神 顿时变得有些复杂起来 无疑 大猫变得更加强大 甚至拥有了杜结成神的可能 对于狮虎族来说 绝对是大好事 但是 狮虎族来到黄金山谷这段时间 对于整个族群来说 是前所未有的好时光 在这里 大家能够好好地生活 在生命能量的滋润下 整个族群现在都在健康发展 大猫获得了狮妖族的认可 意味着狮虎族终于有了自己的出路 但是 离开这里 加入狮妖族 真的是好事吗 大长老也不知道 谁都不知道 唐三陈生道 为了长远的发展 与狮妖族合作是可行的 大猫通过比赛已经证明了 狮虎族的血脉 乃是真正的一级血脉 能够诞生妖黄层次的血脉 未来的狮虎族 应该是凌驾于狮妖族 和虎妖族之上的存在 如果未来大猫 能够成就大妖黄层次 那么 狮虎族就真的有了新生 我认为这值得试一试 大猫也是这么想的 他是一定会朝着那个方向前进的 大长老默默地点了点头 道 他是对的 我老了 已经没有充劲了 他还年轻 以后狮虎族的未来交给他 我也能完全放心了 我就为他守好后方吧 等他突破之后 族中的年轻人都可以让他带走 恩主 我能不能向您请求 让老幼妇孺还留在这里 起码给狮虎族留下血脉 万一 作者 唐家三少 二十四 五十四 二十五 二十五 一 三十五 八十八 三十五 二十六 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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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